欢迎收看全民理财王 我是夏云芬 最近大家都很焦虑 焦虑什么呢 存在银行的钱利息很低 但我们通膨很高 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负利率的时代 最近大家又担心了 二代健保 哇 可能我的补充保费 费用要提高了 还有很多人担心说 哇 我的劳保基金可能会领不到 或者是钱变少了 大家非常的焦虑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三位专家 好好来帮大家把卖 来诊断一下 全民理财王 全民都进入焦虑的时代 到底我们有多么的焦虑 先来看一段VCR 钱的利率也不高嘛 所以跟通膨比起来的话 等于存 比如说存100块 你要说回收只有回收98块 生活的物价都在涨啊 对 但是我们其实也没有涨 民众照苦连天 因为每天辛苦工作 手上的现金却是越变越薄 包括想出国旅游也很不容易 比如去意大利九天为例 去年12月团费8万7400元 辛苦存了一年 但今年12月份的团费 却涨到9万1400元 硬是多了4000元 计划出国旅游啊 就因为为了要努力工作存钱 然后又物价问题 飞机票又上涨两次 然后所以就打消了 出国旅游的念头 另外像要结婚的新人 一盒330元的手工喜柄 随着原物料上涨 等到下订单的时候 涨到380元 如果订个100盒 就多出了5000元的负担 吃饭就好像在烧钱一样 吃一碗饭 吃一餐就要一两百块 以前大概五六十块 现在就是多天刷一天吧 民众很无奈 因为活奈负利率的时代 钱只会越变越薄 日子越过越苦 好我们刚看到VCR之后 我想我们其实都蛮焦虑的 不要说去意大利玩好了 如果在台湾玩 你都觉得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主要的原因大家会觉得说 我钱放在银行 其实是没有什么样的利息的 结果通膨又很高 我想朱老师应该感触蛮深的嘛 因为生了两个小孩以后 变成是奶爸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 现在大概不可能出国去玩了 台湾进入一个 我觉得蛮焦虑的一个世代 你自己会觉得很焦虑吗 真的 尤其在台北区大不易 这个问题特别的严重 我想说我们这么努力的辛苦赚钱 赚了半天 结果永远赶不上房价 赶不上物价 那怎么办 有时候跟我太太讲说 只有更努力 还能怎么办 所以你要像一头牛一样 努力的去赚钱 真的是做牛做马 所以说 在这个富利的时代 如果你今天你不懂得投资理财 你就只会赚死钱 或者是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真的 钱越存越薄